我决定挑战一下 能在多少时间内教 从来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 用中文说我爱你 坐在这里广桶上 Let's go 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挑战 有点尴尬 找路人 欲趣啊 嗨 各位 不好意思 嗨 不好意思 我在做一个YouTube的东西 不 不 你不 你不 你想要吗 不 好的 再见 再见 失败了 OK 我们再找别人吧 嗨 不好意思 我的名字是尼克 从中国 你不说英文吗 好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从中国 我的名字是尼克 欢迎认识你 莫尼克 欢迎认识你 我是丹尼克 我询问你 我是丹尼克 从中国 我只是要读起 这么多写人 想语练习 借近乃 ствен录音 我做了一個挑戰 好 所以 英文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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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你 就記住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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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 你好 我是尼克 我 我是尼克 尼克 尼克 你英文講得到嗎 是的 我 英文講得到 我 你的眼 尼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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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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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不起 你好 这是 impost 你 我是 不 中国吗 来来 很高兴见你 马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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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zi Suzi 你从哪里 我们从Poland Poland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我正在做一个挑战 我会教许多外国人的语言 我会教你中国话 因为我从中国 你真的想测试吗 是的 好的 我愛你 可以練習到鏡頭嗎 可以練習到鏡頭嗎 是的 我愛你 不要試試看 我愛你 我愛你 所以要怎麼說我愛你 在Polish 我愛你 我愛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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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說 我愛你 謝謝 再見 很高興認識你 所以我 英文我 我 你 我愛你 我 我的天 他聞到完美 你得到美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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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是我的 你 我愛你 是的 我的天 我愛你 我是從中國 你好 我的挑戰是 我會教你多次外國人 我可以講話 我愛你中國語 好的 你從哪裡來 西班 我愛你 怎麼說 德格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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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們在英文說話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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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2 1 我愛你 我愛你 謝謝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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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再去找一隊 再試一下好不好 找一隊 再找一隊高顏值一點 OK 我是西班 我們是Andrea 和你不同的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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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晚安 再次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知道你漂亮 你漂亮 你漂亮 你怎么知道 很多人都试图你 你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怎么说 你好吗 你也不好 我没有不好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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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朋友 你能教他们吗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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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可以教中国 这次挑战啊 我从一开始的紧张 不好意思 到后来逐渐 胆大和主动 大多是因为 这是外国路人的友好 和对学中文的兴趣 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的人 因为一句我爱你 打开了 画架子 而他们也教我 当地怎么说我爱你 有一种友好的能量 传递的感觉 反正 当时老李我啊 是真的感觉 收获了满满的善意和正能量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恰逢 我们足过七十周年 诞成的重要的日子 在这里老李要说 生意快乐博多国 厉害了 博多国 好 正确信 因为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 像我一样 有机会 能够走出国门 看看外公 audience的世界 所以老李我也觉得 我有义务 有自己微博的力量 让外国友人 展现我们中国人 友好、善良的形象 也算是对中国文化的输出 有一份微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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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微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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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在外国游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开始学中文说中文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强大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也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强 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 开始喜欢上中国 如果想学中文的话 可以找李老师 我特别善良教大家说我爱你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要多多点赞收藏评论 因为你们的知识 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